那這是我的Facebook ADC是我的名字的寫音 然後點624這樣 然後左下角是這個後影片的位置 今天其實主要是想要講自我學習這件事情 為什麼想要講這個主題 是因為其實我寫成是寫得非常久的時間 我到現在大概寫了已經超過15年左右 那過程中其實我一直自學 那自我學習為什麼我可以分享這個主題 是因為其實我從國中高中 其實我一直都不是靠學校在學習我想學的東西 所以那我有觀察到一些現象社會現象 那大家可能會很confuse為什麼會有這些事情 但是這些事情其實從來都沒有發生在我身上 所以我想分享我學習的過程而已 這是我第一個觀察到的 就是我身邊很多朋友 其實他們在學東西的時候 他們有很多很好奇的 但是他們沒有辦法從 從自己的生活周遭過的成就感 那我最常看到的情況就是說 很多人我知道我自己不喜歡什麼 但是我不知道我自己喜歡什麼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第二個是說 現在我看到很多人 因為我在上一份工作的時候 其實我要interview一些人 那我曾經interview過一個 新大數學系措施畢業 那我就問他說 你用數學怎麼改善你的生態 其實然後他沒有辦法回答你這個問題 或者是你為什麼要讀數學系 其實很簡單就是 你做這件事情的動機都不知道的話 你怎麼知道可以幫助公司社會 所以說其實這個事情也是 這是我觀察到馬力片的事情 第三個不好意思 第三個是說 大家已經聽過說 就是八而八者這件事情 比如說80%的人 擁有20%的採訊 20%的人擁有80%的採訊 那軟體界其實也是這樣子 80%的人貢獻20%的程式 那20%的人貢獻80%的程式 那我其實參與過很多專案 這件事情其實還蠻明顯的 我們不要拿最爛跟最好的筆 只要拿一般人80%的人 跟最頂尖那些人的筆 他的差異可以到幾百倍 其實跟皮膚差距很像 所以說其實時代在快速改變 我們穿好工作方式 或是不要講工作啦 就是我們做事情的方式 都已經那些很先進的人 其實已經非常先進了 那其實那些是 剛剛講的三點 其實在我身上從來不曾發生 那我學習的起點 其實是一個想必殺的故事 那我跟很多人提過這個故事 就是 在我國小的時候啊 我沒有辦法控制 我把我的想必殺滿不見的事情 那我的父親是一個 他是軍人 然後他是非常嚴格的人 就是說 你東西要放哪裡就是該放哪裡 然後你要非常持續 非常遵守法規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每天其實都很恐懼說 我把我自己想必殺滿不見 那我其實我很 我記得我也是 我把我的文具放在桌上 我想說我覺得可能他有不見 可是 過一陣子他有不見 對 那 其實那個時候才 我小其實很小 然後我就想說 如果假設我賺錢的速度 能夠大於我流向一差速度 這件事情可不可以合理化 可能印象有一個藉口啦 但是我覺得可能往這條路頭來講 比較簡單一點 因為 所以說那個時候其實我很清楚的認識到 每個人 他都是 每個人都是非常獨特的 所以說 我們應該去找自己擅長的 當然我那個時候沒有把他賺錢 賺超過 我優向一大數 所以說 不過這件事情一直深深的 變成我的觀念 反正我以後就是想著怎麼賺錢 因為我的 會不容易 就是丟東西這件事情 那 到了小學 大概六年級的時候 也是我姐上高中 那個時候大家高中應該都會有那個 離修程式課 那那個時候就是一本書 然後加上我家店 就是我姐的課 那這個程式語言其實非常非常舊以前的 很古老的程式語言 然後我就因為這樣子 然後我就開始 就是瘋狂喜歡寫程式 我就開始 國中那時候就寫一些 很簡單的 比如說播音樂的程式啊 然後 管理職業檔案的程式 然後做一些小遊戲 然後就是用一些那種 Windows裡面內建的icon 做一些小東西出來這樣 然後到了高中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非常的 就比較進階一點 然後我就開始寫一些那種 有一個題目叫做ACM 是大學生在寫的 然後我高中最近大概三年 就是 我就關在一個選手教室裡面 我就一直亂的禁修程式這樣 我高中其實是這樣 不過 上高中 其實我國中這樣高還可以 就是完全 完全不讀書 然後研究我喜歡研究的東西 這樣也可以 可是到了高中以後其實 父母就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要為了未來的那個 為未來做一些想 就是 一些事情啊 就是照著社會的希望做事 那我覺得 因為以前像比啥的事情 我覺得 每個人都是獨特的 我不可以照著別人說的做 因為別人幫我鋪好一條路 但是 萬一那條路不是我想要的那怎麼辦 或者是 如果我照著走有風險 是你應該負責嗎 所以我其實 我覺得 那時候可能 想起來是有點魔形魔術 就不管 反正我就是寫我自己喜歡的成績 所以 最後的結果 其實我是全校超新第一名 畢業的 就是 我那時候超新是夫人 夫妻分 那 當然 就是 高中課程很爛啊 那 所以我高中 我大學也是上了一個非常非常爛的大學 之後轉學找到一個比較好聽的 然後 大學一樣 我一樣是用我自己的學習方式 就是 我不去 其實我基本上 我有去看一些大學課程 但是我覺得那些課程不能 有太多我不要的 其實 然後 我那個時候剛好遇前跑 遇到一個打我20歲的人 然後 他 他就是 他想要做一些東西 然後他想要開一間公司 然後剛好 我會技術 他會設計 然後我就開一間公司 然後 我們就這樣子 我其實剛好大學失明 然後我就做了很多產品 做了很多事情 那 這是我大學總共學 大學四年 我不是透過學校總共學會的事情 第一個是那個Liners 社會管理 這個其實也很多 很多學校在教 那都是可能 學肥都幾萬塊 第二個是 五種審視語言 現在要 大學學會五種審視語言的人 其實不多 然後第三個是我 我覺得下面三個比較重要 是因為 上面的東西都是技術性都好學的 可是 其實我覺得大學生最需要的 其實就是下面這種實戰經驗 就是說 你怎麼跟人溝通協調 然後 你怎麼 因為事情不可能完美 可是課本裡面教的 好像就是完美的介法 但其實跟我中心是不太適用 所以 那最重要還有就是 把小事情做好 就是 我們那時候做太多事情 其實我學到最大一個教訓 就是 我們不要focus太多事情 你只要把少數幾件事情 做好就好 有點像是 如果你要麥克爾就 麥克爾就很會打籃球 你如果要麥克爾就去 很會讀書的話 這樣就會補上一個天才 那種 所以應該是做自己最專長的事情 對 這是結果啦 我到大師的時候 我學分只有12個學分 然後 是沒辦法 沒辦法畢業所以就先休學 那 大家可能很靠奇說 我這樣完全沒有學歷 然後沒有學歷加持 我的修飾度是怎麼樣 然後我這裡 這是我的結果啦 就是 我兩年 我總共換了三個工作 兩年內換三個工作 第一份跟最後一份的薪水 就差一四倍 但是 拿心智來比較 其實好像有點俗氣 但是 這是一個很重要量化的指標 但當然還有其他的 就是 其實我大概花別人半天的時間 我會做完一件事情 那 接下來講到說 怎麼樣有效率的學習 其實我的 剩一分鐘 就是 我覺得 這個是重點 就是 閱讀跟練習 其實用一比九的方式 就是 當你看到一個句子 你想要練習它 你應該 花 花 求備的時間去練習它 為什麼 因為 學習其實完全是等於練習 因為它其實 學習的過程 最後是會變成你的習慣 這樣你才真的 用得上 比如說 你想要學習樂觀 你看了一本 樂觀 樂觀的書 可是 你覺得很有道理 但是你沒有用在你的生活上 其實你也只是 了解而已 所以說 其實既然它是一種經驗的話 其實問題應該不是說怎麼學 而是想不想學 但是 這個想不想學 不要是 一般那種 我不想學 就是改字還是什麼 不是 不是這樣子 是說 其實我們 時間非常少 就是 你要投入一個專業的時間 非常少 所以你應該 好好的去想 你真正想做的事情 是不是這件事情 不要 不要你過了那個時間 沒有做一個 原來你自己也沒有很想的事情 所以 這個問題並不是說 一定要你很想 而是 好好的去採取說 你真正想 想要走的是哪一條路 然後 這是幾個 大家看有東西翻的問題 就是說 我沒有興趣跟熱情怎麼開始 其實 興趣跟熱情還是要學習的 所以 這個東西是 之後的結果 它並不是 先有了 你才會 你才有辦法去學習 那第二個是 這個 其實我覺得 這個 因為我看到有人 70歲還是在寫生日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是問題 然後第二個就是 我覺得花錢補習上 很像是 你拿了一筆錢給別人 然後 把你的責任 原本該付的責任 交給別人 我覺得這應該是不可以的 然後 這是一些方法 就是 縮小學習範圍 然後 大概剩四秒 好嗎 真的嗎 好 就是 縮小學習範圍 其實是 你不要一次試著 學太多東西 因為越多東西 越多變數 大家學過資產科應該都知道 你要縮小變數嘛 所以說 其實你要把範圍說得很小 一件事情就好 甚至你的進度 沒有規劃 就是規劃一千的進度就可以了 然後 創造必用情境是說 你不可能 學了一個東西 不許用 比如說你想學習樂觀 那你現在應該安排創造情境是說 我現在馬上去預警 做幾件會讓我很衰的事情 然後 我去試著樂觀的想 這是我學習的方式 那第三個是 暴力破解 暴力破解在 在我們IT的領域 有點像是 比如說我要拆人家帳號碼 那我就把密碼用各種組合 我有一天一定會拆掉 這是 最笨最突發電鋼的方法 但是 這是最有效的 尤其是學你 越複雜的東西的時候 這個是最有效的 你就把所有常識列出來 然後 你把 你試過的你就把它化掉 試過的就把它化掉 有一天一定會遇到一個 好像是 完全符合你期望中的答案這樣子 對 這就是 每個 好 然後 這個 這個我覺得蠻重要 因為其實真正 真正的重點是這個 真正的重點 我覺得是 方法是這一個 但是 方法只有一個 這些全部都是輔助的 你怎麼對抗你自己的心魔 就是說 給自己講 像我給我自己的講 第一次 我每天其實我很想放棄 我想學一個東西 我很想放棄 但是我每天晚上 完成今天的事情以後 我會給自己十分鐘說 我現在這十分鐘裡面 我打算完全放棄這件事情 就是我真正打算 明天我不繼續 但是 過了今天睡完覺以後 我還是會繼續做 就是 每個人留給自己的一種方法 那第二個是 逼自己做選擇 其實 我覺得人生是一種選擇 就是 你當你想學一個東西 你想要成為什麼樣子的人 所以說 你應該去逼自己做選擇 如果你想放棄的話 你應該去想說 我可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接受 我不要成為那樣子的人 如果我可不可以 我可不可以 如果不行的話 那每天就繼續吧 那第三個事情 就是激勵自己 每天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 激勵自己的方式 像我自己的話 我是 就是不斷打擊自己 就說 你怎麼做那麼爛的啊 你怎麼啊 你看別人都在看你消耗啊 什麼之類的 這是每個人激勵自己的方式 那 我講一個 最後我講一個小故事 就是說 這是我媽跟我講的 然後 在佛教裡面 其實我也不知道什麼是佛教 反正我媽跟我講 我覺得是佛教 他 他說 知識有分成三個等級 第一個等級是說 你聽到別人跟你講說 某碗牛肉麵很好吃 然後你聽到 這是第一種等級 那第二個等級是說 你 你真的看到 你也聞到了 你覺得好像很好吃 這是第二個等級 第三個等級是說 等你真的吃到 某碗牛肉麵的時候 你才會 你真的吃到很好吃 那是第三種等級 那其實我們 佛教在講說 我們會希望我們的 學到東西 是第三個等級的東西 那其實我的學習都是 讓自己的學習品質 維持在第三個等級 就是 真正去體驗這些事情 對 那希望大家可以 都可以學得非常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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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全部課程都不想介在這裡 全部都不輸掉的東西 那還有嗎? 好 月亮 那我可以順著就是剛才那個進方的問題 就是因為你剛才提到說 其實對這東西有沒有興趣有沒有熱情 應該是經過一段時間的累積之後 才會開始去發覺 這個東西原來對你是有興趣有熱情 那可是你剛才的判斷的方法是 你在當下對你感覺來講是不是 我知道你要問什麼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差 因為我從以前一直都是用這種方式學習來的 所以我現在我覺得你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你多少會對一些